春暖花开 我们请四位知名彩妆大师来看看春夏彩妆重点在哪 大家好,我是彩妆师杨忠好 今天为大家介绍2016最新的春夏彩妆趋势 裸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在粉底上的建议来说的话 大家可以选择在保湿度高一点的粉底 修容是一大壮点 包括了颧骨T字部位 用珠光产品来做highlight 可是还要记得我们要有深色的颜色 让我们的脸的轮廓更加的深邃 而且看起来有立体感 所以我们可以运用雾面的胸容笔 去让我们的立体度增加 用亮面的提高我们的颧骨 哈喽大家好,我是彩妆老师 2016春夏的妆容其实要越紧越越好 有一点小清新的感觉 其实重点是皮肤一定要很简约 不要厚重的粉底 嘴唇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 就是你今天要有一个很粉嫩的唇 然后要有一个很平的一字眉 在眉头跟每一个眉毛之间呢 最好是有那种毛流感 你可以用干脚的睫毛膏 其实逆刷你的眉毛 那只要用眼线笔 要一根一根的瞄 瞄出如何感 哈喽大家好,我是Anton 2016年的春妆 曲色的部分我觉得应该是在眼妆为重点 今天眼妆其实整个概念会来自于 就是春天的花朵 然后其实就是大致上会用紫色 跟这个绿色的部分来做 可以选择明度稍微高一点点 但质地一定要有珠光 因为其实在眼妆的部分 如果带有一点珠光的话 就是可以让眼睛看起来是非常的亮眼 今天选择这两个颜色 其实把它放在眼妆上面 其实就会让家觉得有春天 感觉花开的那种样子 大家好,我是Leslie 在今年纵观整个2016的时尚舞台上 我发现我从来没看过春夏 有今年这么的丰富的 有各种的色彩 有各种的妆感 各种的颜色 今天的眼妆呢 有一点点像是50年代的芭比 遇到了BG8度的感觉 它其实有点像是利用蓝色 勾勒出眼睛的弧度 在拉长以后 呈现出非常魅惑的猫眼效果 除了漂亮的眼妆之外 其实光泽 金属光泽 亮粉 也是今年春夏非常流行的 建议大家你可以在你的双唇呢 先使用粉底包包的盖住唇色 接下来只要使用带着一点点 浅粉色性的护唇膏打底 最后利用手指头 压上一些些些许的亮粉 就可以完成迷人的村庄 当我新闻村庄来洗一把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